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句俗语 老人是条龙 像谁谁家穷 其实刚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是在思考 这句话说的到底对不对呢 不是有人说过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这样的名句吗 我觉得有些矛盾 所以去翻译了一些历史古籍 在其中还真找到了答案 在左传中有一篇 郑伯克段于烟的故事 这篇故事主要讲的是 郑武公娶了一位申国的女子为妻 叫江武 郑国公是江武的儿子 在江武生他的时候 脚先出来 这使江武受到了不少的惊吓 所以他就一直很讨厌这个儿子 同时江武将更多的母爱 给予了郑国公的弟弟 公书段 可是公书段虽然得到了母爱的关心 但是因为江武的过度关心 所以导致他并没有成长起来 成为了一个依赖身手 泛来张口之人 这样的人是难成气候的 而郑武公也是深知这件事的 再加上郑国公能力出众 在各方面都让郑武公很是喜爱 加上当时的制度是敌长子继承制 所以即使江武多次劝说郑武公 将国位传给公书段 都没有成功 最后还是郑国公继承了位置 而上位后的郑国公 并不厌恶江武和贡书段 也给了贡书段一些封地和爵位 但是他们娘俩仍心存不满 并且密谋造反 那时的贡书段即使有一些资源 可是一直在溺爱中的孩子 又能有多大的本事呢 兵败是自然的了 这个故事也被认为是老人是条龙 向谁谁家穷的出处 所以说对于孩子可以有关爱 但是不能溺爱 不然他什么都没有经历过 那还怎么成长 现在还是有很多的老一辈 在带孙子孙女的时候 过分的关心 把自己的地位降得很低 导致自己的孩子目无尊长 熊孩子层出不穷 特别是现在开放了二孩政策 更多家庭的孩子多起来了 作为家长的长辈 要学会对每一个孩子都语入均瞻 不能只对一个孩子过于溺爱 可以适当的帮助 但让孩子自己成长 才是为人家长最应该做的 毕竟以后的生活是要靠他自己的